放寬軍工教國利卡的使用等等的多項方案 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更進一步的增加我們的消費 擴大內需 我要在這裡再跟各位報告 這幾年來 我們努力的開發國際觀光客的客源 觀光客的人數其實是持續在上升 去年底已經達到1,100萬的旅客 這是歷史的新高 我們對中國觀光客的依賴也相對的在降低 外國旅客的來源也更加的多元均衡 這些都有助於我們整個產業的 在結構上能夠更健康 也能夠更能夠抗拒政治操作 所以我們持續提出來的這些方案 目標就是要讓我們的客源能夠更多元均衡 擴大內需增加消費 同時也會協助我們觀光產業裡面 尤其是中小型的業者能夠持續的存續 能夠升級也能夠轉型 這就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第二點我想指出來的就是說 中國在這個時候做的這個決策 其實是一個戰略上很大的錯誤 那我在台灣各地都看到很多來自中國的年輕人 那他們其實都非常的感覺到 能夠有機會來台灣走走看看 那麼來親身體驗台灣的風土人情 還有自由的這種風氣 還有沒有網路的限制 沒有社會的監控 這是我們看到 那麼今天針對於大陸從今天開始禁止 那麼到台灣自由行的人數 那麼今天蔡英文總統 在總統府的回廊談話當中 也強調要擴大內需民衛 對於大陸從採訪的尾巴 是一位的高雞